马兰西尔灵花之前问第三个问题 行者可以有刺青纹身吗 弟子在归以前做了刺青 现在想把刺青改成跟密教有关的东西 比如纵轮这样会有不尽吗 如果改成十日金刚绝会克到自己吗 会影响命运吗 有刺青的可以归一不要怕 如果你以前是兄弟 有了刺青 你知道在台湾以前流行这样子 你进了监牢 那些监牢里面的犯人就帮你刺青 身上刺龙刺凤都刺青 连脚也刺青 脚啊身体全部刺青 这是兄弟 但刺青呢现在变成一种艺术 变成一种艺术 你把这个十日金刚绝 金刚绝 奏轮刺在身上 可以 这个都是可以的 没有关系 你想刺青你就刺 因为毕竟刺青 也是一种艺术了 我认为 那只是身体的一个附带品而已 不能代表什么 或把你自己的女朋友 你最爱的人 把他的名字刺在身上 也可以 没有关系 不会影响到修行 这个刺青的事情 无所谓 那像师尊呢 我们学佛的 受菩萨戒 一样啊 点三个戒巴 在这里啊 点三个戒巴 受过菩萨戒 那时候点戒巴 在这个草屯 毕三言 毕三言 毕三言四 点了三个戒巴 一直留到现在 二十几岁点的 一直留到现在 还没有消掉 这个也是一个纪念 受菩萨戒的纪念 受菩萨戒 人能靠